歡迎收看黃昏天氣節目 我是莊詩寧 受到乾燥的冬季季後風影響 今天廣東地區可以說是晴空一片 我們望出去也可以看到不少藍天 所以日間的氣溫也有所回升 看回各區的最高氣溫 就上升到15度或以上 而另一方面天氣就非常乾燥 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 都只有30%以下 雖然天氣日間感覺比較溫暖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 由於天氣在晚上 就會導致輻射冷卻效應 我們看看新界今早的最低氣溫 和市區都已經有些差距 在輻射冷卻效應之下 收了太陽之後 內陸地區降溫的速度會更加快 所以明天這個差距可能會更加明顯 新界北部和內陸地區的朋友 就要特別小心保暖 而由於輻射冷卻效應的關係 我們預計新界北部甚至可能會出現地面傷 所以現在生效的天氣警告 就包括有寒冷天氣警告 紅色火箱危險警告 以及雙凍警告 至於詳細的天氣預測 就是天情和非常乾燥 今晚和明早天氣寒冷 市區的最低氣溫大約在11度左右 而新界會明顯再低幾度 日間的最高氣溫就會上升到17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北至東北風 我們再看看預報圖 預計季後風會在之後兩三天就緩和 但是到下個星期初 又會有另一股的冬季季後風影響我們 所以展望之後兩三天氣溫會回升 但是由星期日開始 氣溫又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大家要注意天氣變化 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再見